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日本海棠 它和这个贴根海棠非常的像 就是它的这个花类是贴在这个枝干上面生长的 等它花开起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现在是它的花期 所以我买来的这个苗 它是带花类的 可惜在运输的过程中 掉了好多 好心疼啊 这个日本海棠 它是蔓薇科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好雅 还有就是它不光是花好看 大家看它的这个猪形 是不是有这种盆景的这个味道 现在就去给它挑个盆 种这个日本海棠 最好用这个透气排水性比较好的盆来种 比如说这个泥盆 桃盆 紫砂盆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就要根据这个植株的大小来选择 像我这么大的 我就选择口径 20厘米的这个桃盆来种 最好不要选择太深的盆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种这个日本海棠 最好用这种透气排水性好的中性 或者偏酸性的土壤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三份田园土 加两份核杀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种 先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取出来 哇这个土又是那种很年重的田园土 现在我就给它泡了点水 给它去掉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过长的根我已经给它剪掉了 在这个山口的地方沾了一点草木灰 现在把它放进去 加土 给它提提开一碗 继续加土 再给它摁一下 摁紧了 再给它浇透水 再给它浇透水 再把它搬去换苗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现在是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换苗 换一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现在它的这个花都已经开出来了 长了很多的新叶子 这些花都已经开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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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